大盘昨天先亿后阳 一举收复了五日线 K线形态上 看着像伸出一条漂亮的大长腿 那这种情况 盘中最低点曾经打到过3010点 那下周是不是又要打响3000点保卫战呢 12月2号星期六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股市早播报 上一周大盘其实走得很凶险 别看三天是上涨 两天是下跌 但是周线还是收了阴线 如果不是黑周四魔咒被破除 那上一周会很难看 尤其是周五 在周四创出了新低后 周五再次创出新低 差一点打响了3000点的保卫战 幸好周四在上阵50带动之下 周五呢 又在中字头爆发的这种爆发刺激下 周四黑周四魔咒被破除 然后拉升 周五呢更是收出一根漂亮的大长腿 那往往这种探底回升的走势 预示着主力资金的强势介入 主力资金介入就意味着市场 往这里面传递了一些个稀奇的信号 那市场对后面大资金的渴望 实际这是显而易见 但是大资金呢 正好传递了这个信号 往往这种行情就会向纵身推进 你看前天呢 国家队启动了 昨天呢 拉升又是中字头 那真是无独有偶 市场的中间力量 伴随着像两大险资 这不出资500亿 也来抄底A股嘛 还有啊 昨天呢 又是国薪增持 那还有一些场外的消息 频频示好 大盘横盘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该起一波行情了 那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明天的中午 咱有一个策略会 主要就讲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那咱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巴以冲突呢 还在升级 尤其黎巴嫩和以色列那地方啊 又临时的什么什么开始交火 就临时那个界限 那再说美国啊 要寻求呢 再购300万桶啊 说不多于300万桶 作为二月份的 那特别的叫战略储备 原油 那叫二月份呢 那好 再说美国啊 ISM这个叫制造业指数 连续出现萎缩 已经连续13个月了 这是本轮萎缩以来啊 就是跟以前那次 就互联网泡沫那次啊 就那一次的萎缩 比那次 那还要厉害呢 那一次呢 是经济衰退以来 就是咱们啊 都挺头疼的事 那好 再说美联储主席 那个鲍威尔说了 为了谨慎行事 现在呢 那个美联储已经把这个风险和这种平衡程度 就拿到了一种叫做风险变化 那这种表述是啥意思呢 就是加息估计是要停了 那好 再说美股外盘 普涨 你看 道指涨了这么多 纳指也涨了这么多 都涨了0.82 0.56 还有标普也涨的是 这个0.59 纳指什么的都在涨 可是我们中概股啊 这才是关键呢 中概股普跌 那萨克金融指数还跌了一个点 你说1% 这跟谁说理啊 那欧洲那边还普着 你和外面普着 为什么我们跌呢 这可能是有一些个东西 翘翘板 不应该呀 那再说原油 原油这不应声下来了吗 说2月份 这不就下来了吗 现在是74美元 但是下来的跟美没啥关系 是欧佩克的事 一会咱们再单讲 黄金2090 这可大了 为什么呢 这不还是地缘的问题吗 再说我们人民币又升值了 7.1275 说这不是人民币还在一个升值周期吗 我们大盘该好了吧 往往人民币升值 咱们大盘都好 是不是这意思 那再说港股恒生那边跌了1.25 恒生科技指数呢 也跌了1.76 北上资金 昨天是竞卖出49个亿 你像茅台 招行 美帝都分别卖出9亿 8亿 5亿 长安汽车 竟买入4个亿 那昨天央行开展了 1190亿的七天机逆回购 当天有6600多亿到7亿 相当于从市场抽血 竟回笼 5400多亿 两市融资余额 现在接近了1.6万亿 还在增长 你整涨到1.6以上 1.8 那个时候大盘就涨起来了 我们期待 说说咱国内消息 昨天这个国新投资宣布 正式的官宣了 增持 那国新是啥呀 国新这个人家增持的都是科技指数的这些基金 ETF都有 那未来说还会增持 你看看这个表述很厉害 昨天买入的ETF呢 你像南方扬企的科技指数 还有这个博士的等等啊 这都是一些个大型的 还有一些国企创新的这些个ETF 而且这个增持 增了超400这个成交量 是不是很厉害 那再说国常会 说研究正在这种生物育种 那位说这个生物育种来了吗 是 这个工作已经正在落地了 那再说国常会 说研究明确 关于加快我们内外贸易一体化的 就这种若干意见的实施 这个是真正的落地 那再说房地产方面 杭州有一个区域 说这个限购就不开始都开始不限了吗 那么现在又开始给补贴了 而且这个限制补贴 有一个时间限制 补贴的实现的是36个月 看到没 这都是为了刺激房地产 再说央行 公行说近期跟多家重点房企 正在搞这种一对一的交流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不就是还是要扶持再扶持吗 银行把钱往地产的去 实际这个事呢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因为65%的贷款都给他们了 那再说国常会正在讨论 关于通过我们的这个叫 矿产资源法 而且这个修正案啊 现在呢如果通过 并且呢 现在通过之后 还要再修正 这个里面是啥意思啊 咱们仔细看看那些矿产 未来都知道咋回事了 再说北交所启动了 关于债券发行的这个承销业务 北交所 你看看 它的业务开始做大 这不北交所人家涨也正常了吗 那再说 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啊 单程的最高得降到多少 往下降降降降90的 那好 再说比亚迪 11月份 汽车的销量呢 它那儿啊 是30多万辆 同比增长了31%呢 那再说 去长安汽车 这不是跟华为什么什么 这个智能那个 它一个车的互联网那个协议吗 哎 除了它之后 现在你看又来了 谁呀 江淮也宣布了 跟华为签署了 关于智能汽车合作的协议 你看长安签署了 啪啪涨起来了 这个江淮 那再签呢 那其他的呢 好 再说碳酸底啊 四个月来 现在是形成了一个最高的跌幅价 跌了六成啊 啥意思啊 它那个价格又在打骨折 这不就是对咱们未来老百姓 使这些新端车电池啊 这是最大一块 把这个价格降下来 车能不能降点 这不更好了吗 那好 再说下周 有57家公司解禁 市值大概是700多亿 那宠的好像并不多 但是这个也需要对大盘进行争罪啊 再说九天六板的 中广天泽 说这个短距业务呢 对公司的业绩没有多大影响 你看越这么说 越连板 真厉害啊 好 说说咱的策略 大盘下周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这是时间啊 我要把它放到明天中午 放到明天的中午策略会上 来仔细讲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我发的策略会了 朋友们 今天中午呢 还有板块的小道价餐 板块是啥呀 就是板块分析 你看大盘如果长起来 你总得买点啥呀 那么哪些方向呢 中午板块加餐 听股帮给大家说说 好 喜欢的加关注 中午你就能收到 小道板块加餐了 朋友们 我们中午小道板块加餐 还有周日的中午下周测略会 见